加油站前大水淹滿路面 車輛進出動彈不得 大馬路上更是汪洋一片 挖土機不停開挖淤泥 加速排水 還有車輛就直接拋錨在路中央 有的駕駛勉強開車通過 但一路上積水嚴重 快要分不清哪裡才是馬路 我看錯了 沿夜暴雨讓新北市三隻淡水一帶 嚴重淹水 光是半夜到上午七點 三隻地區的累積降雨量 就超過了四百毫米 輕盆大雨就像用稻的 雨是一點都不輸給颱風 看看這處廟前廣場 幾乎淹成了池塘 大水不停順流而下 灌進一旁的林宅 積水嚴重的地方 甚至連公車都泡在水裡 許多學校上課上到一半 才宣布停課 但淹水路過不去 家長想接小孩回家 也沒辦法 受到大雨影響 包括新北市金山區的宗教國校 萬里區大棚國校 三隻區恒山國校 以及石門區多間學校 都已經宣布停課 但還只有家長 嫌宣布停課的時間太晚 抱怨連連 會不會覺得很困擾 學校一開始怎麼不停課 對啊 應該早上 對啊 應該一早就要宣布了 那如果是爸媽要接小朋友上學的話是 只要請他們走七代道路 北九線 就這條道路 直接走過去 這樣不會不會 關上 可是這樣不是會很危險嗎 我們沿路到山上那邊 都有同等在那邊疏打 就怕危險發生 警方直接在積水嚴重的路段 崩路禁止通行 駕駛無奈也只能苦等積水消退 一場暴雨 讓不少民眾的生活步調 都亂了套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